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借银对质路 主著先佛为福佑帝君 福佑帝君将 第十一章 圣世 著书 刚柔相和万物生 享乐天伦世代庚 夫妇相和无子息 观寡时期汉独生 膝下空虚世和阴 素世堕胎血乌形 对质之方和琐世 莲贫俱得养孤儿 观寡的意思 是年老时身边没有夫或妇相陪 孤独的意思 是幼或老的时期无妇 或仔细相伴 四个自已然洞彻人生 被埃及人心脆弱 所以世人竭离均有传宗接代 养儿育女的观念 然则 人生事实有八九不如意 有者二孙满堂 却缺乏金钱养育 有者腰缠万贯 却膝下空虚 林林总总 均是因果报应 时下医学科技昌达 多有缺乏子命的患者求诊 期待其机降临 所以苦哀真剂或受心灵折磨 其中有的烧之因果定理 经成颤儿或熊皮入梦 有的却是空欢喜一场 世人如果暂不以因果看待 仍可发现中 或子星入命的幸运者 评宿必然时有 连品整孤的善举 如果再置入因果观念 即可明白解释 西夏五字的一方 赵飞燕身轻如燕 且善歌舞 所以身或汉成帝的宠爱 但是赵是终生无怀半字 细究其素是恶业 原来是青楼女子 好吟成性 所以时时按结猪胎 且因而学得堕胎之术 自其年华老去 更在青楼教导 及帮助无知少女堕胎之术 因此 银业转轮述式 虽有福报为汉成帝的皇后 仍是无由仔细相伴 在经济落后的时空环境下 堕胎属无可奈何之事 但是如果知道银业因果的可不 怎会去偷尝禁果呢 所以在此环境下堕胎 其情虽可悲悯 无法负担养育 但恶因仍需加添一笔 令者 时下青年不明银业 所造成的伤害 纷纷以服药堕胎 或无痛分娩来逃避责任 如此心态 及恶因必然招来 现世速报而不孕 对治西下无字的一方 已先成忏塑式 甚至今生银业 并在经济许可范围内抚养 甚可任养 失去家庭温暖的孤儿 唯有善行和米消恶业 中文字幕提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